现在上传这段影片的一年前 香港刚好就是香港暴乱开始的时候 已经一年了 然后现在终于香港国安法出来了 香港国安法出来了 整整一年了 然后你回去看一下 那个 有没有预言正确 有些预言 然后美国发生了什么事 从去年到今年 你回去影片自己去印证一下 我的预言有没有中 他是不是一个小贤的太平天 我闹一闹 然后制造一个让老外自己崩溃的效应 你看看有没有中 那这个国安法弄出来 我稍微看了一下 蛮有意思的 刚开始是很松 我看到他里面有一些是不素及既往 这叫不素及既往原则 还有一事不二判的原则 一事不二判 这其实都是很很宽松的 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但我认为后续一定是执行起来一定是要严格执行的 因为 你可以看香港 其实我在以前在97之前 97之前那时候台湾的人都知道了 台湾的人就已经知道了 香港是个龙蛇杂厨的地方 他是从各个历史变局 包含清朝后期的一些动荡 以及到了民国 一直到解放战争 这个过程 他有很多人往那边跑 甚至犯罪的 甚至在大陆混不下去的 然后后来国民党也去了一批 所以 那里面真的是龙蛇杂厨 然后又有外国人的 是外国人在控制 然后外国人要借这个桥头堡来渗透 早期是卖鸦片 然后后来他到了近代 到了近现代之后 你看已经到97回归中国之后 外国人还是想用这个来 来进来渗透 没关系 就给你 就先给你摆着 然后 你回去回忆一下 我前面讲的 那个 你这样搞 到最后是什么结果 就老外这样搞的话 所以这刚好国安法是个好的开始 慢慢开始要整理一些人 所以你看那些比较 比较不行的 开始往台湾跑 往国外跑 冲出亚洲 我还看到那个什么 陈家居还是谁啊 然后那个苹果 那个黎智英是跑不掉了啊 对啊 这个大头不要给他跑啊 慢慢先把他留下来 留下来之后再 再开始办 看他有什么新的一些证据吗 这个 所以香港的国安法 这一次公布其实给台湾一个警醒 可能台湾这边很早就已经闻到风声了 台湾年初的时候搞了一个反渗透法 然后我昨天上了一些大卫的节目 那个我觉得他讨论就讨论国安法的事情 我觉得很像啊 台湾这国安法 台湾国安法还是先就反渗透法啊 还是先制定的啊 然后那个用于那个最高刑期五年而已啊 我觉得可能是参考李明泽在大陆的案例了啊 最高就五年 我也五年啊 那都已经弄好了 所以 所以我这边讲说他 香港国安法啊 从新稳定住香港的时候进而台湾啊 因为进而台湾就很简单了 台湾这边帮你搞定了啊 有个反渗透法吗 不用废了 里面内容改一改啊 就把那个 都叫做境外势力渗透啊 都叫境外势力啊 我觉得 这很好笑用语都一样 跟香港国安法的那个用语都一样 境外势力渗透 境外敌对势力啊 境外敌对势力 但是这敌对势力 就从大陆改成欧美就好了啊 改成欧美啊 或日本啊 最主要是欧美啊 日本没有什么鸟用啊 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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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啊 最主要是这个东西 把它改改过来就好了 那你说有没有效益啊 当然有效益啊 所以 你那些香港的那个黑豹 你还想往台湾跑啊 你没搞清楚 台湾这个反胜斗法 所以说你是那些无知小孩吗 你不懂事的吗 看到香港国安法快跑啊 没想到台湾这个反胜斗法 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反正等到一统一之后 这个也马上生效啊 再看你往哪里跑啊 马上生效 因为这个生效就是 目标就转向啊 境外势力了 你就是那个境外势力的马仔吗 你就是 英美的马仔吗 那不又又又是拿来承办你吗 所以 反胜斗法不是给台湾人用的 要瞪大眼睛看看啊 那不是给台湾人用的 那其实是配合啊 等到万一怎么样的话啊 发生了这个武统事件的时候啊 也差不多了啊 因为大陆现在 我前面都提过我不再提了啊 到时候这个这个法就就可以生效了啊 你看看有没有有没有心有灵犀一点通吗 台湾还先造了啊 还先先造这个反胜斗法啊 所以你就知道台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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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胜斗法什么意思吗 他绝对不是为了要 要对付你自己去想像他自己制作聪明以为他是对付大陆滲透这不对哦 不是哦 因为大陆层已经没有什么要来了啊 啊都已经停止了 那那他制定这个是防谁啊 你自己去想一想 你看那个内容刑期哈 还有他不肃及既往以及等等等等啊 你就可以知道他他那个 他实质上针对谁 所以这个香港国安法其实也是一个信号弹 那现在就要观察只是说他执行的 人要用香港的特首的权利来去执行 也许这对了 但是就是说以前我我记得以前我们中国那个当官的时候当官哈 不能用本地的执行执行那个法律啊是什么 比方说我是台湾省考上科举啊 我不能在台湾当官 我必须到江苏或者是陕西甚至跑到新疆去当官啊都有可能 跑到哪里去当官 你不能够在台湾当官的为什么 因为地方有各 你你你你乡亲的有很多地方势力啊跟你是认识的 但执行起来是不是会出很多问题 所以这一次港版国安法虽然我是持正面态度的 来看待这个这个是好的开始要稳定收拾香港一些乱举 因为龙蛇杂虫那边的人太杂了 成分社会成分太太乱太杂了 而且也太很多很肮脏的 人藏在里面啊 包含外国人外国势力 比台湾杂乱的多了啊台湾还算比较干净的啊 还算比较干净的啊 那个你看看 但是 说让香港人执行我就有点我就要观察他的效果 因为你香港人执行的话 他他本本地的人都互相认识 各方势力会影响他 那他执行起来是什么情况就不知道 那那也不晓得是不是最后执行起来是 北京中央派人来来执行啊 执行香港的那个国安法的问题 所以整个还要再持续观察 但至少是个好的开始啊 这也就是我前面讲那个信号弹 对台湾也是一个惊醒的 只是我没想到台湾这边的人 警醒的这么早啊 现在想想他年初搞的 就今年年初一月啊 搞的那个反渗透吧 那个公布啊 我没想到他心有灵性一点都那么早 早就已经想好了 里面的内容好像哦 他是先公布啊 你人大才几月才公布 五月啊 五月啊他一月就弄好了 啊然后那个只要那个方向改变一下都都都通啊都通 所以我看到有几个香港的那个 黑豹我在脸书上看了他跑到台湾来啊 然后蒙着面在那边讲啊台湾还还还在底下那个当当那个呆蛙呆猴跟着跟着民进党在那边喊啊 啊台湾要怎么样怎么样保护自由民主怎么样怎么样 你没想到他已经反正都把先弄好了啊 只是现在还不能动 哎你这个啊 所以国安是一定要有的啊 绝对不能让香港留了留了这个破洞 因为那个澳门都已经有了吗 23条的 这正常的 所以如果我想香港有些人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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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他认为他可以当做境外之民啊 法外之地境外之民 一国两制古代很早就有了 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啊 那个我经常想到汉朝的时候那个 那个不是有个封国吗 西汉啊不是东汉 西东汉就不就收掉了啊 东汉的那个封建就假的了啊 西汉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 吴楚七国之乱之前啊 那个吴王留辟啊 那时候他就是搞一国两制啊 那时候早期的西汉早期的诸佛王就是一国两制啊 那个那史书上记载那个犯罪啊 就逃吴王吴王境内啊 他在其他地方犯罪那个 那个郡县的那个官员要追追追追追捕这个逃犯的时候 他逃到吴王留辟境内啊 那吴王留辟就挡住这些官员说不要来 哎不要来 我有我的我自己的王法啊 那郡县官员无可奈何啊 那皇帝也不好动他 在他在吴王留辟造反之前也不好动他 所以后来就养养成吴楚七国之乱的一个乱举了 因为刘辟这么做其他的其他的那个什么楚王啊 那个他们都都这样搞了啊 什么焦东王焦西王啊 还什么王那时候 你可以去查一下很多这种王啊 都是一国两制啊 然后都认为天子归天子 我归我啊 然后导致因为他自己还有军队哦 比现在一国两制还还一国两制啊 只是说民意上还是听天子的啊 那还是汉朝因为同同样都姓刘嘛 同样都姓刘啊 到最后当然就爆发七国之乱 所以到后来汉朝汉武帝以后的就那个那个就就就就架空掉了啊 那一国两制架空掉 就代表那个当时一定有一个国安法也进驻到这些诸侯国后来真的有啊 因为到了那个汉武帝以后那个呃 那个国的那个丞相国相啊 基本上他中央中央派中央监督定期要跟中央回报啊 你看历史是不同年啊 中央回报他有他有那个国安啊 天子的国安驻扎在诸侯国里面盯着你诸侯王的啊 哈哈哈哈 所以到了东汉那个诸侯王根本就是假的啊 他只有在那边收一点钱 收一点税很爽而已啊 所以你看到到后来那个什么 呃 黄金之乱到 周俊太守割据啊 那个诸侯王都没有用啊 把握不了你刘家江山啊 那个没有用的 那是那个时候的历史 你看历史是不是一直在一就是就是重演吧 一国两制其实就是人性就是这样跑吧 所以国安法应不应该立啊 当然应该立啊 因为人性就是跑到这个这个端点了 香港国安法啊 就这个人还以为 在这个城市还以为我可以当诸侯王啊 你那你没有那个条件 你有无王留屁的条件吗 你没有啊 那你硬要啊 要我不是想他硬要那个演戏啊 他跳跳演啊 你看连台湾都睁大眼睛了啊 他说这个是不行的啊 啊你在你出现之前啊 听闻好像要要要要收拾了啊 我这边也赶快弄个国安 反渗透 然后内容好像哦 写连刑罚最高五年啊 可能参考李明泽的都都弄得很像哦 我就觉得哦 数字啊 从那个数字啊 你就可以看得出很吻合的 所以国安法自不支持 当然要支持啊 当然支持 我这要持正面态度了 这都都对焦对好了 那频道都调好了啊 该统一就就统一了啊 那个现在 所以现在这个国安法 其实也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正常演变啊 正常演变 你那个没有实力的诸侯王在那边闹啊 不成其后的诸侯王在那 那他当然就 当然就要来收拾清场啊 所以这个国安法我看后续的那个 内容的 那个变化 因为据 法律都是这样啊 人类人类史上都是一样的 你法律定定出来 那个文字 文字很简单了啊 你去理解那个文字很简单 可是真的执行起来的时候 常常会有出入啊 常常常会有出入 因为执行 执行法律的毕竟是人啊 就像我刚才讲的啊 那个 你如果还是香港特首的话 那多多少少 那就要再增加一些人来监督他来去做了 那国相 要搞一个那个什么 特区旁边的辅助的人是中央派来的 来辅助他住 不然的话一定是地方势力 那个香港的人 一定要录他录到最后变成一纸巨文啊 他们现在一定是这么想啊 包含外国势力 他现在就动这个观念 动那个香港地方势力啊 想办法弄到你那变成一纸巨文 所以一定要有人来监督 你这这个港版国安法才能真正有效 才能真正有效 才能真正发挥效力 这个历史都是这样 人性都是一样的 那你既然还是港人治港的话 你就会就会有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你的官在本地当就会出这个问题啊 这古人就已经知道了道理了 这古人就知道了道理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一定是要有中央派 你只要你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按照条文来办事 你就要看他派谁来来监督来执行 就这么简单 因为最里面最大一个争议就是你执行的那个法官 竟然还不见得是 还是那个洋鬼子法官的话那还得了 他没有要求一定要中国籍的法官 香港就是很奇怪 昨天我跟我上大卫的节目就这样 我链接贴在下面 大卫那个节目链接贴 你再去贴 竟然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就会有问题啊 所以没关系啊 至少是个好的开始 好的开始 那接下来就看 看怎么样来来收啊 怎么样怎么样来解决 因为里面如果有中央的人来监督执行的话 那就可以了 因为过去的一国两次两次是这样吧 慢慢把他弄掉的 那就是派派那个国相 中央派国相来嘛 来来来来监督的来执行的监督执行的 好 我希望这个国安法赶快弄好 进而就是解决台湾问题了 台湾这边你放心哈 那个一定是 全中国的模范神 如果统一之后了 现在当然还不是了啊 现在在鬼喉鬼叫了哈 但是等到统一之后全中国模范神 你看他底层做的事情就知道了 你不用管上面的政客怎么跳啊 你看那个底下那个做的事情 一接收上面的一抛掉那个面一抛掉 马上无缝对接啊 比香港好多了啊 我就觉得台湾比香港好多了 等到后面就知道了嘛啊 那我们就看今年年底哈 我我我计算的那个统一的时间嘛 今天年秋冬季到明年年初啊 看是是是会不会有什么一切变化 台湾这边都闻到风声了啊 但是具体真的要变啊 具体真的要变啊 那个国安是港台一直以来的一个漏洞啊 对大陆来讲是一个漏洞 慢慢从香港国安法之后进而解决台湾 那这个国家的安全体系 初初初初级的就已经建立好了 初步就建立好了